嗨同学们我是孟卷 上个视频我们讲了初学者在潜水区怎么走来走去 控制自己身体重心 怎么去换气 我们掌握了用嘴巴吸气 然后下去的时候用鼻子呼气 掌握了边出水面边用嘴巴吐泡泡 这些个技术动作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练习连续的换气了 一开始我们还是手扶着吃鞭 眼睛看前面 身体上下上下就行了 脚不要离开吃鞭 入水鼻子呼气然后停顿一下 嘴巴呼气出水面保持一下 当它嘴巴再吸气如此循环往复 连续做个五到十次差不多 练着练着没问题之后 试着两个手腕稍微的松开吃鞭 不要准处扶着了 用脚往上跳 起来欢喜 这里人要提一句控制好身体的重心 最好上下上下是在远地跳 不要跳着跳着往前 更加不要跳着跳着往后 因为往前我们大不了还可以扶着吃鞭什么的 往后你跳着跳着就飘起来了 这就有非常大的危险 因为一般来说初学者他只要是躺着飘起来了 不管这个水有多浅 他都不会站起来 好吧你们还没学到这一步 所以呢控制好身体重心 但接下来手完全离开池边 就靠脚上下跳来换气 那这里其实手啊也可以起到一点帮助 就是脚蹬池底脑袋往上的时候啊 手往下压 呃有点像跳手那个节奏 同学们慢慢的去做一下 那如果有的同学觉得这个练习非常的简单 想要更进一步 更升稳一点怎么办 上下的幅度大一点 往下蹲低往上用力跳 使劲的跳像一根火箭发射一样 穿天红 跳得越高越好 然后下去呢又蹲低一点 可以直接去尝试一下把动作搞起来 那当然我这不是一个标准 我这是做到最大的限度给同学们展示一下而已 呃可以试着往这个方向练 但是不用勉强 能够做好连续换气 其实就可以了 接下来需要练习的 就是漂浮了 那上次我也讲了 手幅的直边低头 有的人就直接可以漂起来 我呢 呃下半身比较沉 腿的密度比较大 漂不起来 这个时候可以拿个浮板 夹在腿中间 让自己漂起来 这里注意啊 想要漂起来 我们的脸得要对着下面去啊 不能再对着前面了 那这个练习有这么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飘起来呀 有些同学容易飘出去了 扶住手扶梯 好吧 抓住一个东西 这样子就不会飘出去了 第二 有的同学他两个手扶着 一低头 下半身一飘起来呀 他就感觉有一种 上半身要往下沉的感觉 啊就就很不安 然后两个手就使劲的往下压 让脑袋保持在整个身体的最高水平位置 但是这样一来呢 他的那个下半身他就飘不起来 回头还一直问我老师老师 为什么我飘不起来 啊 我夹着膀子也飘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同学啊 把你的手臂放得跟身体一样平 好不好 不要总是往前压 你总往前压 你的手死活是在水面上的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角度 那你下半身怎么飘得起来 啊 简单的 翘翘板鞋 除非是同学你的肩关节实在太硬了 这个大手臂啊 没法跟身体放平 哎 身的对质也是这个样子 那说实话 短时间内 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平时自己多去压压肩 好吧 这个东西我以前也讲过 那我们下一步要讲的内容就是重重之重了 潜水区的漂浮站立技巧 同学们看一下啊 手幅的翅边还是一样飘起来 但是要站起来的时候呢 先把大腿往肚子的收紧 让下半身卷成一个球 然后让两个腿往下伸直 这样子我们的下半身 它就立起来了 然后呢 两个手一压一抬头 上半身也立起来了 关键是什么 我们手往下一压脑袋一抬一出水面 这个脚啊 它是马上能站到池底的 而不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手一压脑袋一抬起来 哎 脚没有站到池底下 结果抬起来脑袋又要沉下去了 这个时候你又没打算继续换气是吧 你脑子想都是 哎呦 我一压站起来就不换气了 就容易怎么样啊 抢水吧 然后在池边上垫着垫着手垫了 下一步 拿着板子飘出去 飘浮上地 好吧 这个时候我们扶着板子啊 就跟手扶着池边一样 只不过这个池边 它是一个固定支撑 这个板子是一个不固定的支撑 好不好 有个小转变 但是动作方面都差不多 同学们照样这么做就行了 这里记得飘起来之前 要先低头好不好 如果你不低头 趴不起来的 像这个样子 那有的同学 它身体素质比较好 核心比较有力气 大腿瘦回来 可以做得很快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动作啊 做快一点 做连贯一点 麻利一些 一个爆发一卷曲 哎就站起来了 好吧 有的同学 它把它比较干猛啊 啊老师 你刚刚是不是说 两个手往下一压 老再一抬 是不是 好 好 你看我怎么抬 这个还是回到 之前讲到过的 控制好身体的重心 对不对 那再接下来一步 我们就不拿福报了 要抬起来的时候 两个手 直接往下压 用点力气 打吧 有的同学 他可能核心力量比较差 或者是手掌比较小 压不到水 或者是实在太紧张 飘起来之后 就完全忘了动作该怎么做 最好啊 你是叫一个人 看着你来练 保证自己的安全 是吧 站不起来的时候 他可以大把手啊 什么的 或者是下来的时候 你跟那个救生员说一声 啊我要练习 你能不能看我一眼啊 求求你啊 就是 如果再不行 你找个教练 好不好 你说我就要学这个漂浮站立 视频都在这里 你能不能保证我安全 呃 刚刚提到有的同学 手掌比较小 压不到水 那他往下一压 脑袋可能起不来 怎么办啊 多搞几次 好同学们 在潜水区 你只要掌握好了 身体的重心 不会前倒后倒 掌握好了 换气漂浮 最基本的技巧 然后掌握好了这个 漂浮站立 那基本上 这里就是你的安全区域了 但是这里 还是要有一点 一定要记得 我们往前倒下去 会漂浮站立站起来 而往后倒呢 很多同学 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这里也可以说一下 不小心往后倒了之后 第一时间是要憋住气 然后身体往后抓 180度 然后呢 回到我们熟悉的领域了 漂浮站立起来就行了 好吧 这个东西跟大家讲了 一定要多去练 最重要的是打下去之后啊 不要慌 想起来动作怎么做 然后把它做出来 一定可以这样调 那当然这里最重要的 还是保持好自己的身体重心 微微往前 这样子啊 别老是喜欢这么挺着肚子 站在水里面 好不好 这样子总会往后倒 总会往后倒 那总有一天你会 好同学们 那这个视频论论是这样 其实这些个练习啊 对于有点运动基础 身体数字还比较好 有点力量 然后协调性比较好 柔韧性比较好的同学来说 真的是过一遍 啥都会 但重点就在于 有些人他就是 比如说两个腿密度小 可以很轻易的飘到水面上 但是由于没力量 他连这个大腿 贴紧肚子这个动作 都非常的费力 或者是说因为 平时工作 长期久坐 导致腰椎僵硬 所以他下半身 即使是大腿 贴着肚子去 他这个腰这里也是直的 他滚不起来 根本就不能卷在一起 像这种同学啊 手扶着池边 多练习这个漂浮站立 眼睛里面呢 也不要只是盯着这个目标 哎呀我今天下水又没把这个练好 哎呀好烦 眼睛里面多看看自己的进步 今天是不是比上一次 放松一些没那么紧张啊 这个大腿是不是比上一次收回来 轻松了一些啊 多给自己一些鼓励 这才是长久之计 好吧 那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好好去练习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